我们Lightbox打开选Tool 点两下想要取用的模型 拖曳出来之后赶快按Edit 关掉Lightbox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雕刻的一些 细部的调整 比如说我们要显示笔刷清单的话 我们可以按V V的话它就会显示出笔刷清单 或者是点一下这个笔刷工具 就会看到所有的笔刷 那我们也可以 比如说我按M 那所有M开头的笔刷 通通都会显示出来 那想要改变笔刷大小的话 它有一些快速键 比如说这个笔刷大小呢 大括号跟 大括号左右 就是笔刷的大小 它一次会 跑几个单位固定的 或者是直接在这边 调整这个拉霸也可以改变 比如说大小 或是按S 它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拉霸 那 空白键也可以 然后 这个shift加F 是线图的 线框的显示 那其实就是这个按钮 按下去就会显示线框 按F就可以把模型放到最大 好 那剩下的就是 視窗的操作我们之前讲过了 我们现在来讲细分 那这边可以把一些快速键 多少记一下吧 比如说U 是凹凸的强度 强度就在这里 那快速键 它也有显示是U 那X是对称的 这个启动开关 按钮是在Transform 这里有一个对称 然后按R呢 是环状对称 我们现在不需要 所以就不用去按它 Ctrl D 是细分级别 那shift加D呢 是倒回去选取第一个级别 那直接按D是选取 再选回高的级别 它要按按钮的话 它其实是在Gmometry这边 有一个Divide 我按一下 它就细分一阶 那建议同学不要细分 超过六阶 因为六阶其实就已经很高了 最高的话 应该六阶差不多 好 这个是讲义的一些参考的快速键 这个是讲义的一些参考的快速键 同学也可以把它稍微看一下就好 好 好 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